大家好,又來到歌劇渣男的系列了 在我剛開始這個系列的時候 已經有些朋友跟我說有哪些渣男 值得說 其中一個當然是Dom Giovanni 不過我今天說的不是Dom Giovanni裡面的Dom Giovanni 而是他的博人Leporello 這是PROMG,紫 feature 참 freedom 英文字幕ラ br дальше 台灣劇渣女的獎 大陸巡邦的資格 這一幅 我若 엄俐居 Dom Giovanni 我想大家都知道他是一個怎樣的渣男 又殺人 又不停去搞女人 如果真的要數他 一定是一個爆渣的人 但其實他的博人 也不是一些好東西來的 為什麼不好罰 第一項 他是一個很大的幫兇 如果Dom Giovanni有一天被人抓去審判的話 他作為一個主謀 當然一定會受到寵罰 但作為他的博人Raporello 都一定成為一個幫兇 被人去審判 而事實上在劇中Dom Giovanni做了很多壞事 背後其實也有他的博人去幫忙做策劃 甚至他也在裡面圖中表示過他很享受 譬如他假扮成Dom Giovanni的時候 他怎樣去娛樂Donna Avila的時候 他也表示過他自己也很享受 玩得很開心 很整乎人 所以他其實也不是什麼好東西來的 而第二項渣男的特質呢 就是他自己也有一個滾女 正所謂上梁不正下梁歪 有一個好像當做花怡般的主人 經常去玩女的 作為他的博人 自己也都不心躍躍躍躍 心思思 想嘗試弄一份 而事實上 歌企當中 當 Fitiner2人有人再回來 他們再重重重 當做梁就是一次 malci twenty- �s 和 font lore寶珀 作為一番訓 其實這時他又到人去爪奇 搞女了 搞的是誰咯? 正正就是Laporello的女人 在那一刻我們才知道 原來他都不是好東西來的 Lapolino自己有空的時候 都走了出去搞女人的 如果他做了你的男朋友或者老公的話 你會不會安心呢? 而第三項的渣男特質 就是他的惡趣味 什麼叫惡趣味呢? 就是令我感到見戶的一些趣味 而他有什麼惡趣味? 在他最有名的一首歌 Badamina 或者叫做Catalog Song的時候 在那一首歌中 他拿了一個記事報出來 跟Donna Avila 去說他的主人 究竟搞了多少個女人 寫得很詳細的 在意大利又搞了多少個女人 在西班牙搞了一千個女人 看起來就好像沒什麼 但如果你想深一層的話 作為一個博人 其實他主人沒有叫他和他紀錄下 他又不是什麼 你說如果他是一些人類的行為學者的話 紀錄這些東西 有一些科學家的探究精神 當然是一個好事 但他什麼都不是 他純粹是自願地幫他老闆 即是他的主人 當作Vani去紀錄下 其實想想想 我覺得這個行為其實都挺變態的 又不關你的事 為什麼要紀錄下 這麼詳細 在哪裡搞哪個女人 高矮肥瘦 全部都跟他紀錄了 想想想 其實Laparendo 是不是一個心理變態來的呢 綜合了以上幾項的渣男特質 可以看到Laparendo 本身真的不是什麼好人 雖然他好像經常都 在當作回來的任歸之下 他其實最後都不可以 完全說自己是一個清白 一個好男人來的 所以我今次就給他有3個渣啦 好 今集的渣男系列 先說到這裡 如果大家有想聽我說什麼渣男的話 歡迎留言跟我說一下 我會更快想想他值得我給多少個渣啦 拜拜